生病了该吃药 心里生病了该怎么办 国家发个帅哥来陪你聊人生 聊三观聊感情 一段火场救援的女消防员 与国民心理医生的浪漫故事 火光恋人 作者 朵朵武 由殷小果四周诸侯携手众优秀CV 轻轻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消防灭火的念头 不是徐归舟的一时兴起 自从和父母深谈之后了解了盛世 他感觉积压在心底的重压被释放了 整个人轻松很多 杜曲还给他开过小灶 做过两次心理术道 就像之前测试他 畏惧明火的程度一样 杜曲在他面前点火 听见打火机打开的声音 他心里狠狠地跳动 但当真正看见火苗 他却没有像以前那样 内心站立 窒息憋门的感觉 他依旧畏惧 但生理反应却已经舒缓很多 徐归舟看到创伤应激症状痊愈的希望 仿佛是心底某一块缺失正在渐渐地被捕全 他急需再确认一下 自己心里的疾病是不是正在转好 灭火演练正好是个机会 徐归舟排到防火检查队伍的最后 李妮站在他前面 忍不住回头再和他确认 徐归舟点头 铁桶里扑腾的火苗一次次被熄灭 又一次次被点燃 被屋里的人在不断地减少 完成灭火操作的人站在对面 等待演练结束 李妮拿下面火器 拔栓 喷射 一起合成 完成灭火后 他朝着徐归舟眨了一下盐 很快跑到对面的队伍里 指导员给铁桶里重新点燃 掐着苗表抬头喊道 下一个 一抬头发现是徐归舟 他惊讶 怎么是你 徐归舟认真地说 我想试一下 指导员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 神色严肃 让他不行就别硬衬着 徐归舟应了一声后 去提灭火器 冰凉的感觉从崭新传来 他深深呼吸两下 转过来 面对铁桶方向 火苗徐徐燃起 红亮的火蛇窜气 活跃地舔视着铁桶的边缘 并不断往上跳跃 徐归舟在心里给自己鼓劲 往前靠近 火苗仿佛是具有生命一般 起伏不定 在直面火焰的这一刻 他的心脏仿佛被掐住了 心跳紊乱的感觉再次袭来 热气从铁桶里传出 弥漫在周围的空气里 徐归舟感觉到 手心里渐渐憋出了汗 他低头拔去了保险栓 很简单的动作 因为手脚僵硬 拉了两次才拔掉 对面的人群里 已经有人注意到 他这里的异常 窃窃私语着 徐归舟看不见也听不见 他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面前两米距离的铁桶里 火焰造成的压力和恐惧依然存在 他看了几眼 就有点头晕目眩的感觉 手里的灭火器也变得更加沉重 他听见自己沉重的呼吸 拿着喷管的手 好像还在微微颤抖 小徐 指导员皱着眉看他 面色担忧 徐归舟从他眼睛里 好像看到脸色发白的自己 对面的队伍里 走出来一个人 大步朝他走过来 很快来到他的旁边 一只手握在他的手背上 喷管对准铁桶 另一只手按住压吧 用力压下去 白色粉末喷出 很快就把火焰给熄灭了 小姐姐别怕 徐归舟听到徐归宾这样说 他抬起眼对上他乌黑清亮的眼眸 又转过脸去看铁桶 里面剩下黑色燃烧废墟 冒着须白的烟雾 很快消散在空气里 中午 徐归宾在食堂里东张西望 方絮从他的饭盘里 加了块红烧肉走 吃得一嘴油汪汪的 是不是在找小姐姐呢 我刚才看见他在办公楼花坛后面 话音刚落 徐归宾已经站了起来 方絮哼哼的旋律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泉风 徐归宾折返回来 方絮筷子缩回来 我还没吃呢 肉给你溜着 徐归宾说 等会儿 帮我盘子收一下 说完就快步如风一样离开 他找到办公楼后面 花坛里 郁郁葱葱的绿色中间 夹杂着五彩斑斓的小花 徐归宙就坐在花坛边的台阶上 背影看起来单薄又纤细 他一定很无助也很伤心 徐归宾想起他手持灭火器 脸色浅白的样子 心疼的感觉涌了上来 他靠近 亲手亲脚 不想惊动他 同时脑子里飞快转着 应该说什么话去劝他 如果他伤心的唾弃 他是不是可以把肩膀借给他依靠 众多杂乱纷纷的念头堆积在一起 他走到花坛边的时候 前脚伴到后脚发出声音 徐归宙纹身转过头 扬起脸 有些惊讶地问 诶 你怎么来了 没有想象中的伤心唾起 他双眼明亮水润 像阳光下的黑钥匙 深深地吸引着他的目光 所有准备安慰的话都没有用上 徐归宾睁了一下后 问他 我看到你坐在这里 徐归周笑了一下 唇角的弧度甜美得让人心颤 徐归宾的心跳一下子就乱了 吐吐的跳动就像心底某个念头 要冲冲胸膛 刚才吃得太饱了 想散散步 太阳太大了 走到这里就坐了一下 徐归周解释 想了一下 对着他猝暇地笑了一下 你该不会当我是在伤心吧 徐归宾脸有点发红 他坐到台阶上 离他一个拳头的距离 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问 怎么突然就参加灭活演练了 嗯 三年多都没有参加过了 就想试一下 最近我觉得状态挺好的 还以为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硬着头皮上 一下子就能解决了 可谁知道竟然没有成功 徐归周的语气还是很轻松 没事 看来心理病和其他的病都差不多 病去如抽丝 还是要慢慢来 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 要换以前 刚才距离火那么近 我早就吐了 上一次小吃鸡遇到着火 他的确在路上吐得昏天暗地 徐归宾肯定地说 是好很多 徐归周开心地笑了一下 神态轻松 他看着他秀美的侧面弧度 呼须掠紧了一下 低头想了想 问道 你在杜医生那里做心理辅导 徐归周点头 徐归宾看着他 克制不住 有隐隐的高兴情绪慢上来 上次吃饭的时候 他说两人不是情侣关系 或许 他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念头一跳出来 他克制不住地脸色发烫 幸好徐归周并没有发现 诶 你的脸有点红 是不是太阳晒到了 他看过来 说着往旁边树木 遮挡的地方挪了挪 坐过来点 徐归宾的心 简直要蹦到嗓子眼了 几乎是手足无措的动作 一寸一寸 宜得离他更近了一些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一集等你哦